市场忧虑内地的银建会会有一些监控深圳贷款的情况 这个对国有银行来说可能对他们的投资前景会有一些的影响的 但是我们相信由于现在的经济的情况不允许一个大规模的受拉紧的 客币经浅的出市 所以来说我相信这个微调的出市维持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些 如果他们的股价我们说就是那些银行的股股的股价有一些调整的话 我相信是一个不错的极辣的机会 这几家国有银行来说我相信比较有价值的是中国银行 他的股价是中国多家银行其中最低的 还有就是他过去面对的问题 比方说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 还有就是在海外投资的问题已经解决不小 我相信他的股价情况低下 他面对的压力是比较小一些 还有就是未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去上降的 谢谢大家